据明慧网报道 傅政华作为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 610办公室主任 司法部长 必须对7阵内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负责 报道说 傅政华不仅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 也是各种迫害罪行的幕后策划指挥者 例如 在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期间 2018年 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6人 2019年 19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关押场所 2020年初 仅一个半月 就有4名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去年12月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德国 法国 日本 韩国等 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 递交给本国政府 要求依法对傅政华等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进行制裁 欧盟版的全球马克尼兹基法案 去年12月7日表决通过 欧盟27个成员国 可以对人权迫害者实施禁止入境 即冻结资产等制裁 去年12月10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 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 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福建警察 黄元雄及其配偶 新唐记者李梅 刘芳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